他们感觉现在赢马龙没什么用 就逮着我往死里弄 赢他们反正他也追不上他位置 赢我 最近国平好像全员发狠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王楚清球拍被掰折了的原因 好像一个比一个猛 不知道昨天的樊振东的比赛大家看了没 和张文完全不同 直接把勒布伦打懵了 甚至连续丢球以后高喊樊振东 那个声音真的是贼标准 没有一点洋人枪 他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句 来让我们分析分析 在巴黎奥运会上 将包篮全部五枚金牌 作为自己目标的中国乒乓球队 在顺利拿到混双冠军后 在南丹赛场爆出冷门 王楚清由于受到了使用备用球拍的影响 暴冷不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 让樊振东成为了独秒 肩负重任的小胖 上一轮在和张本志 和得强强对话中 顶住压力 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 上演了逆风翻盘的好戏 让国平保住了冲击男单冠军的希望 这一个比赛日 樊振东在半决赛再度登场 迎战东道主选手 菲利克斯勒布伦 能否在对方的主场获胜 也就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 本场比赛 樊振东做足了困难的准备 面对气势汹汹的勒布伦 打出了连贯性极强的进攻 最终直落四局 以大比分4-0横扫获胜 让国平保住了男单冲进的希望 经验丰富的樊振东 非常清楚 想要拿下这一场胜利 绝不能让勒布伦 在主场先声夺人 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小胖就火力全开 进入状态非常快 坚决地揭发球抢攻 让他开局就建立起了4-1的领先 不过在现场球迷疯狂的加油呐喊声中 勒布伦用自己的杀手锏 大角度变现 回敬了一波得分高潮 瞬间将比分反超为了5-4 好在樊振东及时调整了过来 用超强的旋转 限制住了勒布伦的上手 连的四分后 将比分改写为了8-5 尽管勒布伦顽强追平比分 但樊振东还是以11-8先拔头筹 顺利拿下首局 给了樊振东非常大的自信心 第二局一上来他也打得顺风顺水 很快就以4-1压制住了对手 不过勒布伦抱着冲击小胖心态的勒布伦 并没有受到比分太大的影响 还是坚定贯彻 自己大角度变现的打法 在回进一波得分高潮后 在中局以6-5实现反超 但是樊振东发力后 直接连的6分以11-6再下一成 连输两局的勒布伦 在第三局又抢出了一个4-1的不错开局 但是樊振东很快给予了强硬的回应 连得4分后 不仅完成了比分的反超 还迫使勒布伦较暂停调整 重新回到赛场后 勒布伦尝试各种方法 想要抹平分叉 不过樊振东根本没有给他机会 扛住了他的反扑 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以11-7获胜 进入到了自己的赛点局 已经不能再输的勒布伦 在第四局放手一搏 一上来就开始疯狂搏杀 经验丰富的樊振东 明显也预判到了这一点 在自己的赛点局 没有丝毫的懈怠 用超强的旋转 给勒布伦的上手 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 一切近在掌控的樊振东 也很快在中局 建立起了6-3的领先 并且一鼓作气 以11-5锁定了胜局 在顺利拿下东道主后 樊振东昂首闯入到了 本届奥运会的南丹决赛 终极一战 小胖的对手将会是 莫雷加德和于果之间的胜者 期待樊振东能够延续好的状态 力争为国拼拿下南丹的金牌 那么樊振东是如何拿下这场大胜的呢 为何又赢得如此轻松呢 我觉得还是一下几点 旋转遏制速度 半决赛樊振东战术有调整 四分之一决赛打张本之和 樊振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赢下比赛 除了压力大之外 樊振东在比赛中使用的战术 也值得商榷 张本之和最大的杀伤力 就是速度 遏制速度最好的办法是加旋转 樊振东想凭力量来打穿张本之和 可是张本之和借力打力 反而把速度加得更快 导致樊振东都喘不过气来 整个快节奏也是跟着张本之和走 来到半决赛对阵 同样以速度著称的小乐部轮 樊振东把节奏慢了下来 主动加强旋转 对方速度一慢下来 樊振东却突然加速爆抽一板 这样一张一吃的打法 反而让小乐部轮非常难受 打速度必须要对上点 樊振东一快一慢 让小乐部轮整场比赛 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击球感觉 乒乓球并不是一个比拼力气的运动 节奏 落点 旋转 力量 速度都可以成为得分手段 只是对不同的对手 如何运用更合理 这才是取胜的关键 半决赛打小乐部轮 樊振东没有猛冲猛打 一块打快 跟对方拼速度 这是他掌控比赛最关键的因素 前三板发球抢攻出色 樊振东没有让小乐部轮 三板斧打出来 小乐部轮要想赢下樊振东 他不能跟樊振东拼强相持 年仅17岁的他在击球力量上会被碾压 因此 小乐部轮必须从前三板发球抢攻上 拿到更多分数 争取打穿樊振东 恰恰樊振东在经历了与张本志合的苦战之后 思想突然开窍了 半决赛对阵小乐部轮 樊振东主动打起了前三板抢攻 樊振东能够成为世界第一 拿到十平赛世界杯这样大赛的男单冠军 他不是只有强相持 只是他比起马龙的前三板套路相对更少一些 可是对付小乐部轮 樊振东的前三板发抢战术已经完全够用了 小乐部轮强相持打不过 前三板上没占到便宜 在樊振东左右开弓箭的火力之下节节败退 另外 作为近年崛起的欧洲新星 小乐部轮有一定的进攻速度 可是他的防守却比樊振东差多了 张本志合还能跟樊振东对轰六 七板 小乐部轮的厚度 在樊振东前面连三板都顶不住 他的防线就崩溃了 真正放下包袱 樊振东眼里有光 半决赛他打得更释放 半决赛开打之前 谁都知道樊振东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压力 可是一上场之后 樊振东从第一局拿到得分之后就好了出来 还举起拳头围着场地转圈 比起在四分之一决赛上场时 一脸阴沉对阵张本志合 半决赛东哥真的是打得释放多了 特别是大比分领先之后 樊振东眼中对胜利的渴望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那个锋芒毕露 可以傲视拼弹的一代王者 奥运会这样的大赛 与其说比技术 不如说比心态 相信樊振东有了半决赛的释放 在决赛中 他会打得更霸气 更自信 也更有征服力 大家想到樊振东会如此轻松 以四杠零横扫小乐不伦吗 那160平均有了